哈喽大家好,我是山哥 今天刚干完活啊 然后 到这边,摘摊趟这边 这两天的活都是在这附近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拉斯加斯这边 华人区 这是老华人区,长什么样子 之前给大家看了那个 老的中国城那边啊 现在到了这边啊 其实大东小异 美国这个西部啊 这个所有的商业广场啊,长得都差不多 这标配就是每个plaza啊,每个广场都得有个中餐馆啊 竹导啊,这都是必备的 这边啊 这边啊 有一家湖南菜啊 香味圈 写着的湖南 香辣湖南 桂林米粉 这边 当地的一家不错的店 竹导店 这边有什么汤啊,吃那个韩国的 汤啊,古多汤 这边还有一家菲律宾才啊,写着的 这就一家 竹导 大富豪 这也叫什么 大富豪啊 大富豪 大富豪三温暖啊,写着的 看不太清楚 豆腐宝 韩国豆腐宝 这边有一家 韩国甜品店 反正这边基本都是中国人的韩国人的店啊 这边我发现还有一家这个麻辣烫 这边还有一家 反正是那个连锁店 要下雨了啊 一直阴天,这两天一直阴天 有的地方下了 这边还有一家卖电话卡的 电话公司 国际通讯 那这边有家麻辣烫 这叫 麻辣烫 新 麻辣烫 就是麻辣烫 这好像是加州那边开过来的 我记得加州也有一家这家店 连锁店 这边是他的这个牌子 原来 中餐更多 那好多官了 现在生意不太好做应该 反正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 关了 我关了就有开的 这边有家 小超市 这个不是中国人的 欧洲的 俄罗斯那边 这边呢 这边呢就是比较交通便利啊 生活比较便利 就拉斯维亚 维克斯这个地方啊 就是比较便利的一个城市 人气很旺的一个城市 我去过那么多地方啊 我还是觉得 西海岸 挺好的啊 就吉拉斯加斯这个地方 没有地震 啊 也没洪水 也没有什么台风啊 龙卷风啊 什么都没有 过得很安逸这个地方 然后你还能 还能赚点钱啊 生活的也没那么大的压力 这个城市 挺不错的 反正现在拉斯维亚斯 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看看这边车啊 很多 前面就是那个168超市 前面是168超市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 Walgreen 药房 这边有一个药房 加油站 银行 这边都是华人店基本的是 早几年啊拉斯维亚斯人口很少 就这几年 已经后 这个城市的人口就暴增了啊 从原来几十万人口 变到了几百万人口 这简直就是密签啊 还有点不在事 哎呦 前面我看啊 发生什么事的 嗨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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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轮 看这个168超市在这儿啊 走点步来看一下 这边就是华人区啊 另外一个华人区 因为这个地方呢 华人圈比较大 168超市啊 在这个琴丝大道上面 这边中国人蛮多的现在 也是一个新移民的一个地方啊 拉斯贝克斯现在可以称为是主流啊 华人的城市 没来过的可以来啊可以来 有机会可以过来看一下 有兴趣的来的小伙伴们可以过来看一下 这地儿真的不错 缺点就是夏天有点热 其他都还好 行了 今天视频咱到这儿 下午见